12月16号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在休斯顿举办华侨华人新时代中美友谊之乔午餐会 刘洪梅副总领事出席并做主旨演讲 大休斯顿地区桥界各社团代表 各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华人代表 媒体代表将近200人出席 刘洪梅副总领事发表主旨演讲 他首先说明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特征 以及中国发展的新方略 全面介绍了中共十九大和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成果 阐述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并回顾了美南地区 特别是大休斯顿地区一年来桥舍发展 并提出了明年的工作建议 刘洪梅副总领事说 休斯顿华人华侨在支持祖籍国发展 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特别是构建和谐共融 桥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希望桥舍各界及社团 能够继续举办爱国活动 传承中华文化 坚定拥护中国和平统一大业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团结协作 互帮互助 推荐和谐桥舍 讲好中国故事 促进中美友好与合作 德州德克萨斯州议员吴源之致辞时说 中美合作有利于中国和美国人民的福祉 两国人民应携手共同处理国际事务 共同面对挑战 这是中美两国当前最重要的目标 中国人活动中心 即海外华人华侨护助中心执行长 范玉昕博士代表华人华侨发言 演讲结束后 与惠桥界代表就刘洪梅副总领事的演讲踊跃提问 刘副总领事给予认真解答 与惠桥界代表表示 听了刘洪梅副总领事的演讲 深受鼓舞 为祖国的强大感到自豪 努力为实现新中国新时代的美好愿景 和中美关系深入发展 共享力量